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感恩前来助援的大法师们 也衷心感谢为本次圣会心情付出的佛友们 义工们 感恩大家 观世音菩萨 佛光普照 甘露变洒 心灵法门为我们点亮新灯 开启心灵之门 心灵导师 世界和平大使 卢军洪台长 二十年如一日 无常望我救度众生 使佛法与和平之光普照世界 使七百万人学佛修心改变命运 灵验世纪举不胜举 受益人群不计其数 卢军洪台长广获国际认可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并获得意大利七百七十年历史名校西安纳大学 任命为荣誉课作教授 获得马来西亚皇室赐封拿都爵位 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传遍世界 时隔一年 卢台长 新系新加坡佛友 再次来到新加坡这片净土 与大家结缘 是累世佛缘与殊胜因缘成就了今日的相聚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 感恩师父卢军洪台长 慈悲成愿 普度有缘 我们要学习观世音菩萨慈悲精神 以师父为榜样 弘扬人间大乘佛法 广度天下有缘众生 携手将心灵法门佛法之音传遍四方 让观世音菩萨慈悲之光照亮世界 祈愿众生安康 世界和平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军洪台长 敬的卢军洪台长 敬的卢军洪台长 咱们促军洪台长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隆天护法 感恩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 愿我们佛性常驻 佛光普照 佛缘长存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最重要的就是人心 一个人的心 如果能够向善 那么你的善根就有了 很多人经常问师父 什么叫善根呢 就是善良的心 就是你的前世 你的今生 都用善良的心 来慢慢地 浇灌你这个善良的根 所以记住了 佛性常驻就是福 当一个人经常心中想着佛 经常做着佛的事情 你就是有福之人 只有学佛的人才能佛光普照 在这个人间 我们只有有缘人才能闻到佛法 记住了 人生难得呀 经已得 佛法难闻 经已闻啊 我们要让全世界 揭具 如来智慧得向的所有的学佛人 和一切众生 我们要转恶为善 转迷开悟 转祸为福 转灾为结 转烦恼为菩提 因为现在的人 活在五欲六成之中 大家想一想 欲望占据了我们所有的心灵 现在人的信仰 不是什么好的信仰 是信仰欲望 信仰物质的条件和财物 所以我们在人间 难免会越陷越深 所以入污泥而不染 我们要看破一切人间的福报 今天我们很有福 记住了 这是很短暂的 今天有很多的苦 记住了 这又是很短暂的 灾难就像我们身体当中的体温一样 一会儿来 一会儿高 一会儿低 均是无常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善也是无常 今天我们做的恶 今天我们做的恶 那也是无常所致 放下一切执着 我们不要贪然 碰到所有的事情 实际上均为虚妄 大家想一想 什么叫虚妄 虚妄就是没有空的 因为妄想是想出来的 因为虚的东西是滑而不实的 所以今天举个例子 你是会长 你是董事长 你不管什么长 你都会留不长的 我们要转生死为涅槃 涅槃是真正的开悟的开始 一事修成靠的我们最后的涅槃呢 想一想 一个人如果不能回归自信 我们一定不能涅槃精定 希望大家要懂得 要自觉自豪地说一句话 说我们本来就是佛 迷雾之间的我 就是转凡成佛的我 人每天会接触到很多的祸 这个祸是怎么来的 祸就是因为你没有抓住福 所以你就会有祸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懂得知福的人 他祸会远离他 你知足了 你就远离祸灾 所以人最重要的 不能老跟福断缘 这个人今天有缘分 有福气 你这个人就会越来越顺利 今天这个人没有福气了 你的祸不担心 所以我们要懂得有一点福气的时候 要善用 要慢慢的用 我们要懂得做人 就是要懂得慢慢的 不要消耗自己的福报 不要消福啊 因为一消福你就会消瘦 所以想活得长的人 首先要做的一点 首先要做的一点 就是知不得乐 师父告诉你们 什么叫转祸为福 你们知道什么叫转祸为福吗 因为记住了 就是简单的讲 举个例子 你永远这辈子 不会乘上那个要失联的 要爆炸的飞机 什么叫转灾为急呀 就是你永远能让你的家 和你的家人朋友 不碰到火灾车祸癌症 什么叫转祸为善 就是你破无明知道好坏 记住了 知道了什么叫善和恶 只要你知道了什么叫善 你才不会去做恶 所以要懂得什么叫好事 就是要去做恶事 你也要明白 远离他 比方说赌博 在西方国家都是很正常的 他是合法的 但是在我们学博人的心里 他是恶的 所以我们不能去碰他 知道了好坏 我们就不会去做恶事 我们会远离杀人 放火 污蔑 伤人感情之事 那个时候 你才会真正的懂得 什么叫 众善 奉行 新加坡的国父 李光耀先生 就是因为他用善治国 把新加坡治理得成为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之一 所以才会受到国人的尊敬 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爱戴 永垂不朽 有一位女大学生到医院里去做义工 有一天她带着书和玩具到儿童病房去慰问小朋友 走到一个瘫痪的小女孩的身边坐下 她说 小妹妹 你愿意听 姐姐帮你讲故事吗 我讲给你听好吗 小妹妹说 好的 姐姐 我很愿意听你讲机器猫的故事 女大学生耐心地翻开了故事书 讲起了机械猫无所不能的口袋的时候 小女孩突然一定要看一看 姐姐口袋里是否有像机器猫一样 无所不能的口袋 无奈 这个女大学生将她自己口袋的东西全部掏出来 等到要掏空的时候 只有掏出两张五块钱的钞票 她不好意思地说 小妹妹 姐姐口袋里的钱不能像机器猫一样的富有 姐姐很穷啊 小女孩抬起头 闪烁着 冒着光环的大眼睛 说 姐姐你很富有啊 你虽然没钱 但是你有一双健康的脚 可以自由地走路 而我不能 我脚已经瘫痪 不能走路 你比我富有啊 女大学生一下子愣住 她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因为有健康的身体而满足过 只是认为自己应该有的东西还没有 这时她才感到自己能够健康地生活在每一天 拥有健康 那是多么令人一件值得兴奋的事情 她跟小姑娘说 我很富有 小妹妹 你也很富有 因为你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和健全的双手啊 小姑娘说 是啊 以前我看到的只是自己那双残缺的腿 我没有想到自己还拥有一双眼睛和健康的双手 我们人活在人间 自己想一想 真的这么不幸吗 其实我们所拥有的很多人已经无法拥有了 不要觉得自己不幸 因为很多人比我们还要不幸 我们今天拥有了佛法 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们比那些有钱的 有名的人 心中更富有 更幸福 因为我们的幸福是菩萨给我们的 这是人间没有的东西 所以珍惜佛法就是珍惜人生 不要忘记 我们拥有的不只是健康和财富 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的一颗健康的心灵 人的毛病在于认为自己做的那都是对的 别人的意见 别人的意见永远听不见 认为别人不是行家 什么都不懂 或者认为别人没有参与 就不能参与别人的意见 实际上人的毛病 就是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 别人不懂 其实他会看会听啊 台长告诉大家一个笑话 说在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和争论之后 作家对那个厨师说了 作家对那厨师说 你从没有从事过写作 因此你无权对我这本书 说三道四提出批评 厨师反驳地说 作家先生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下过一个蛋 可我能尝出炒鸡蛋的味道 请问母鸡能尝尝自己鸡蛋的味道吗 不知道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就叫不了解自己 想知道自己修得好不好 不要问自己 因为自己不知道 你可以从佛有的评价当中 从别人对你的态度当中 你就可以知道 你是不是一个菩萨 还是一个凡人 所以很多人经常问台长 台长我修得好不好啊 他们是对的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修得好不好 很多人说我修得很好了 他一定修得不够好 还有很多人说 台长啊 我修得很不好 很差 你们知道应该怎么讲吗 对了 你说你修得差 那就说明你修得好了 你说你修得好了 你就是修得差了 记住了 人间修行的路很难走的 记住了 上坡路很难走 人间最容易走的 就是下坡路啊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不听别人劝的人 就会增加功高我慢 所以等于把自己的眼睛 耳朵给封住了 他不想听别人说自己不好 不想看别人比他好 你才会做错事情 一个人做错事情 往往从不听别人的劝告开始的 一个孩子不想听爸爸妈妈的劝告 这个孩子就会变得越来越糟糕的 所以我们人应该听别人的劝告 如果你不听别人劝告 首先你已经拥有这个缺点了 往往不肯改变自己 你就慢慢的变成一个坏习惯 今天我对这个坏习惯不想改变 明天再继续 后天再继续 时间长了 你一定就会变成一个恶习啊 所以总认为自己骂人 打人 甚至侮辱别人 有道理的人 就是对自己会往往犯错的根源 骂了别人 还觉得自己是对的 害了别人 还觉得自己是对的 是别人不好 最后你才会越走越远 现在的年轻人 很喜欢讲时髦的话 有一句时髦的话 叫你不要走得太远啊 台长很时髦的 记住了 我们做人不能凭一时的冲动 来做一些事情 人的毛病往往是当伤害你的时候 你就会做出很多冲动的事情 台长告诉大家 有一个父亲在洗车 大家知道男人爱车嘛 对不对啊 女人爱子嘛 喜欢孩子 所以在自己洗车的时候 孩子又不懂 看看爸爸在洗车 孩子就地板上捡起一块石头啊 在他爸爸车上 后面看不见地方滑了 你想想看 拿块石头滑 这车门上滑起来了 这个爸爸一看 你们都知道 接下来怎么回事了吧 这男人喜欢车啊 你在我上面滑 啊 接下来 顺手拿起那个扳手啊 就对着孩子的手打了下去 结果孩子被送到医院 证实手指骨折 很小的孩子啊 什么都不懂的 面对父亲 孩子轻轻地 看见爸爸走到床前 就跟爸爸说 爸爸 你不要难过 我的手指会好的 你不要担心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划车了 这个时候 父亲啊 内心啊 无比的自责呀 难过呀 为了一点私有的财产 把自己这么心爱的孩子 都砸成固执了 一怒之下 冲出去 又激动了 把他的车又砸坏了 儿子非常有智慧 看见爸爸砸坏了车 走进来之后 冲着爸爸说 爸爸 我爱你 所以一个人不能老做错事情 不能在激动的时候做错事情 台长曾经跟你们讲过 在激动万分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决定任何事情 因为这个决定 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所以跟老婆吵架的时候 不要决定冲出去 我再找个人 我要离婚 我要把房子烧掉 记住了 任何所有的举动 都会伤害你自己 伤害别人 所以最好的方法 学博人 当实在很生气的时候 台长教你们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念心经啊 你们以为什么方法 一念心经 去除业障 二念心经 去除烦恼 三念心经 看见菩萨妈妈 我们人最大的毛病 往往是追求物质的欲望 所以很多我们的女士的佛友 现在跟着台长之后 过去经常的买名牌船 现在他们不买名牌了 他们把钱省下来放生了 所以我们学博做人 不能忽略了别人的感情 人的感情 我们要尊重 这就是为什么 现代人的婚姻 结婚 只重物质 财富而放弃 对人的品德的追求啊 台长告诉你们 从过去开始结婚 就是说要什么三想 我们很小的时候要三转一想 不是转石哦 转的是 一个转的是自行车 一个转的是缝纫机 还有一个转的是手表 一想就是一个收音机了 你看看 后来呢 越来越不对了 后来结婚 我要房几啊 你没有房几 我怎么能跟你结婚呢 现在不对了 你要我嫁北雷啊 雷要给我信用卡啊 记住 其实人品是最重要的 台长经常说 你如果发现这个人 人品好的话 那就是用现在话讲叫 买股票叫原始股啊 它会生的 如果你就算找到一个很有钱的人 说不定他以后跌下来了 你就会跳楼自杀了 人有道德 万物会成精 一个人只要有道德 所有的一切都会变成精 人没有道德 没有良心 没有慈悲心 万经会变成物 也就是说 你非常珍贵的东西 到了你手上 也会变成废物的 所以 学博人是心 一个 如果没有道德的人 不孝顺的人 没有控制力的人 他是学不好博的 所以 慈悲的第一步就是 放生啊 希望大家 多放生 财师 法师 无畏师 三师 俱全 学佛人 必须懂得 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任何人 都能够理解你的 所以 你不要固执地认为 谁是对的 谁是错的 因为人家不了解你 你就说人家是错的 因为别人对你好一点 你就说 他是我最心爱的人 实际上 要经常检查自己的过错 这就是忏悔 现代人 往往和最心爱的人 吵架 和陌生的人 去说说心里话 台长说的对不对啊 不应该相信的人 哎呀 你真好啊 什么都讲给他听 跟好的人呢 不要踩你 讲了不要讲 不要听 不要听 是不是这样 冤结了 你们跟我学佛 你们知道什么叫冤结 记住了 冤结到了末法时期 会越急越深啊 所以想不结 冤结的人 就好好地念 解节奏 再加上大悲奏 人间有很多的事情 不重视一转身 可能就是一辈子 所以很多人 一个事情做错了 可能一辈子会后悔 所以轻而易举地 跟别人吵架 跟别人说一声 再见 你走吧 可能你这辈子 都见不到他了 所以这就是无常 这就是缘分啊 希望我们要珍惜缘分 佛菩萨曾经说过 若自有富 能解彼富 无有是处 今天呢 本来我想跟你们讲的浅一点的 后来呢 有好几位佛友跟我说 台长啊 我们现在学得很好了 既然你们说学得很好 我就跟你们讲讲 佛菩萨的经文吧 看看你们听得懂 听不懂 鼓掌了呢 没用的 你们怎么听啊 好好跟我记住 好好学了 佛菩萨说 无有若有若自有富 就是说 如果文言文弱 就是如果自己有束缚自己 就把自己绑住了 一个人只要自己把自己绑住了 你如果能够解彼佛 比父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人自己把自己绑住了 但是呢 你去化解别人叫彼岸嘛 叫彼 就是对方的 父 就是束缚的父 你去绑住他 你这个人 无有是处 也就是说 你这个人 没有一个点是好的 也就是说 你做不了这个事情 就是说 自己都没有解开割的 你怎么去 菩萨说 你怎么去帮助别人 这是一句话 第二句话 若自无富 就是说 如果你自己没有绑住自己 能解彼佛 如果你去帮助别人 化解别人的束缚 私有是处 私意思 就是说 你必定会有处 就是说 有成果 就是你一无是处 有成果 有成果就是是处 人家一无是处 就是没有是处 有是处 就是你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 我告诉你们 世故菩萨 不应起父 也就是说 你们今天学博的所有的人 如果学菩萨 首先不应该把自己捆绑起来 如果你们捆绑自己 你们就救不了众生 所以放开自己的胸怀 想到别人 舍去小我 成全大我 你没有自己的束缚 你一定能够帮助得了别人 别人有毛病 你一定不能有毛病 所以你才能改正 他的毛病 那 我不解释你们听得懂的 那以后等到观音春 以后晚年了 师父经常跟你们讲这些 等到我不大能走动了 推个轮椅上来了 我就跟你们说佛经了 我就希望你们跟台长一起在天上见 我是希望你们不要争人间天下事 试看谁能天上行 自己修好 懂佛理 明开悟 一个人自己修好了 你会懂得佛理会开悟的 去帮助别人 更能让人相信 自己都不像佛 你怎么能让别人相信你 你对别人的帮助 怎么能够让别人愁眉舒展呢 所以你一定度不了别人的 有一个人自己长得很胖 去推销一种减肥的药 他去跟人家说了半天 哎呀 你看这个药好的不得了 听说怎么怎么 最后人家说你为什么还这么胖啊 你知道他怎么解释的 你都没看见我过去多胖呢 有一个商人 带着一个骆驼队 经过一条小路 每当他路过这个 路过这个马路边上的时候 都会看见一个乔夫 这个乔夫 他在砍柴的时候啊 满脸堆笑 一边坐 一边很兴奋 非常的开心 而他呢 尽管很富有 那个赶车骆驼队的这个富翁啊 虽然他很富有 但是呢愁眉苦脸 愁眉苦脸 商人就问他 走过去问他 小伙子啊 你穷得叮当响啊 你为什么这么快乐 这个乔夫被商人啊 问了之后 哈哈大笑 他说 我也不明白 你那么富有 为什么你整天愁眉不展啊 他反过来问他 商人说 我虽然有钱 但是钱都买货了 我还是没有钱 我会快乐吗 他投资了 啊 投资了 乔夫若有所思的说 我不富有 但我感觉到 幸福就在我身边 这个商人就问他了 你的幸福 是不是来自于你的妻子啊 那个乔夫说 我是一个单身汉 那你的幸福来自于你的父母亲和家庭 没有 我从出生之后 我爸爸妈妈就没有了 是个孤儿 那个商人继续问他 那你为什么还会感到这么幸福啊 乔夫说 因为我相信 菩萨天天在看着我 在照顾着我 商人说 难道你看不到菩萨 就是因为你心里想着菩萨 在看着你 照顾你 你就满足了吗 这个乔夫说 是的 就是因为我心里有菩萨 我才满足啊 台长告诉你们 当你感觉到有人在爱你 在关心你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时候 才是你真正的拥有 商人虽然拥有着财富 但生活在烦恼之中 乔夫虽然贫穷 但生活快乐的 游在天堂之中啊 天堂和地狱在哪里啊 一个人想不开 痛苦难过悲伤忧愁 他就是活在地狱当中 一个人想得开 想得明白 每天快乐无比 每天哈哈大笑 他就是活在天堂之中啊 你们现在开心吗 你们在天堂了 请烦恼的人把手举起来 怎么一个都不举了 没烦恼 至少你们现在 暂时离开地狱了 那么台长要告诉你们 天堂和地狱是怎么来的呢 天堂在地狱实际上是你的心造成的 因为你的心难受 你就会进入地狱 你的心想不通 你就活不在天堂啊 想通想明白的人就是开悟之人啊 其实要想在地狱和天堂当中 选择一条路很简单 守住你们的意念 有时候就是天堂和地狱 在你的一念之间 又有人问 师父啊 我怎么样守得住啊 我就是看到那些不开心难过的事情 我怎么样啊 我教你们 否则你们白来了 我要教你们 记住了 只要你把目光和你的心 放在快乐的事情上 放在事情好的一面 想到一定会改变 一定有将来 懂得知足和感恩 你每天就是生活在天堂之中 中中中中中 长时间的掌声 大家都进入了天堂之中 中中中中 快乐呀 是不是求来的 快乐是自己带来的 你们今天来到这里做义工 来到这里来学博 来懂得更多的人生的哲学 你们是自己来救自己啊 所以菩萨最难救的 就是连自己都不想救自己的人啊 不给自己改正缺点机会的人 我们就很难救他 有多少人一生生活在鱼痴当中啊 所以有一句话叫 吃来只到情无限 我讲完了再跟你们解释啊 吃来只到情无限 绝后才知色是空 什么意思啊 吃来 很多人以为吃饭 吃东西啊 吃来了 你这个小妹妹很开悟 吃就是鱼痴的吃 一个人发吃了 他只要发吃了 他就感觉到 只到就是 我就认为 哎呀 这个感情啊 哎呀 太好了 太美妙了 听得懂吗 人生一生哎呀 多好啊 这个感情 那个感情 这个不放 那个不放 哎呀 这个人很 对我很好 那个人对我很好 那个人对我很好 每个人都想到 哎呀 这个发吃了 发吃了 听得懂吗 那么第二句叫 啊 绝后才知色是空 等到你 人家把你抛弃了 想不通了 觉悟了 原来他不是真爱我呀 卢台长啊 我念什么经啊 几张小房子啊 绝后才知色是空 一切的情感 一切的人生 其实都是空的 所以不要对任何一个事情 太过于执着的去追求 你就一定不会发吃发呆 台长告诉大家 啊 告诉大家 我们 学博啊 要从痛苦当中 找回自我 因为在人间 每个人都会痛苦 对不对啊 痛苦 痛得难受啊 但是要找回自我 就是说没有关系 我找到了佛法 就算我过去做错很多 但是我从今天开始 我不做错了 我是个好人 我只做好事 过去就是过去 我不追求过去 因为追求过去的人 永远看不到将来 我们学博的人 想看到美好的将来 就要舍去我们的过去 所以要找回自我 从伤害中 找出人生的方向 所以被别人伤害过的人 我觉得他们会更有毅力 他们更会坚强 从哪里跌下去的 能够爬起来的 就没有跌下去过 爬不起来了 那就是永远跌倒了 我们学博会使自己 更加坚强 人生的得失难估量 没有什么办法的 今天得了 明天失了 后天又失了 大后天又得了 这个很难掌握 它这个balance 就是平衡点的 人活的就是在 失失得得之中 所以把力看得太重的人 你会丢失你的法生会命的 所以为什么法师 他们要出家 他们就不想丢失法生会命 因为他们两袖清风 他们没有可以 值得自己能够永远 还要放不下的东西 不能把利益看得太重 所以我们现在不出家的人 一定要记住 利要放下 明要抛弃 你就会得到智慧之声 那就是会命 理解修行的真谛 就是参悟 记住了 理解修行的真谛 我们到底修行是为什么 你懂得了为什么之后 你就开悟了 实现修行的戒律 记住 台长告诉你们 首先要实现修行的戒律 戒律是什么 就是我要戒 佛陀在涅槃之前 他的这么多弟子跪在那里 说佛陀你走了 我们以后怎么样修啊 佛陀说以戒为本 所以修行的人 首先要懂戒律 你们知道戒律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要戒 要记住 实修就是修行的戒律 实实在在的修 不说谎话 每天认认真真真的念经 所以记住了 我们要真正懂得 学会忍辱波罗蜜 忍辱波罗蜜是什么 要忍耐 先是要忍耐 忍到后来 不是忍无可忍 是到后来 没什么可以忍的 想通了 有什么好忍呢 用菩萨讲的境界 画讲 就是忍不是最高境界 最高境界 是无人 无声法忍 所以调节好自己的心态 转烦恼 得境界 没有烦恼的人 就是一个有境界的人 听众打进电话 请台长看看身上有没有灵性 台长第一句话就问他 有没有梦见过一个老婆婆 脸大大的 额头很高 长得像 这个程毅 中国有一个领导人叫程毅 听众说 那是他过世的父亲 在春节期间梦见过他的 就来过来看他过的 台长还看出他腰不好 腰椎肩盘 第三节 第四节突出 一看之后 我自己也突出了 北夜 肠胃发冷 台长去除了 一吃冷的就不舒服 说他脚板比较平 最精彩的 说他脚上长脚鸡眼 走路会痛 听众说 对对对 准得不得了 那么现在 请大家听一听录音 你好 喂 是北大师吧 我是六五年 所熟的 你的 那么要听给你们员 人性你们员 你做不做得过 一个老婆婆吧 一个男的 脸大大的 额头很高的 对对 我爸爸 因为两年以前过世的 你爸爸是不是长得有点像陈毅啊 对对对 哈哈哈哈 对 脸面大大的 是不是想得很对 对对 想得很对对对 这样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 你现在知道台长厉害了吧 厉害厉害 台长我真的是很恢复你 我春节呢 过年的时候是梦到他 对他过春节来看你的 刚刚第一句话不就说 你看到他了吗 对对对 是是没错 对对对 说风啊 我告诉你 逃都逃不掉的 好好给他念点小房子吧 好的好的 还有 你的腰椎有点突出 腰椎键盘 这是 再也也是站不住 腰椎痛 有点第三节 肠胃呢 肠胃怎么样 第三节第四节的地方有点突出 肠胃就是怕冷啊 一吃冷的就不舒服 对对对 想得很对 我晚上都要从那个 放那个陆水铁放的 讲得很对 还有 再看下去的话 就是你的脚 对对对 你的脚主要问题 你的脚板啊 你的脚板比较平啊 所以你走路 长脚鸡眼啊 会痛啊 脚口跟痛 看见了吗 对对对 讲得很整 整得很整整 整得不得了 整得是这样 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 台长美 二十六在广播里 就是这么回答大家的 每个学佛人的良心 和他的本性 是每一个学佛人 最公正的审判官 实际上有时候 你说你修得好不好 你对这件事情 你只要用良心想一想 哎呦 我这样做不到对头嘛 那良心 是你的审判官 因为良心 本性 是你自己骗不了的 其他都可以骗 良心 是本性 佛 所在之处 为什么呢 就是一个人 有良心的人 你们知道 菩萨 如果到你身上来 在哪里 你们知道吗 在你的心上啊 菩萨 到你心上 有良心的人 菩萨来了 没有良心菩萨 怎么会跑到你身上来啊 你告诉我不在心上 哪个地方 能够菩萨到你身上啊 你的脑子里 肮脏的不得了 杂念多的不得了 你想想看 菩萨会到杂念多的地方 对不对啊 现在很多人 坐在那里念经打坐 或者念经 刚刚一拜佛 马上脑子里 杂七杂八的杂念都来 还有很多人 生出对菩萨的 不好的意念 想一想 人要控制自己的意念 多难啊 所以一定要学会 佛在心中 自觉自悟 也就是说 自己有时候想不通 要让自己想通 自己不没有感觉 要让自己心有感觉 感恩菩萨 我要感谢 学会放下自己 才会学会放下烦恼 大家想一想 一个人要真正的 获得心灵的解脱 不能被物质所迁 就是说你今天 这个人想解脱自己 你要想一想 我心中没有一样物质 能够让我感受到 我不能放下的 如果你今天说 我想买个房子 卢太长 我什么都放下了 我就这个房子 解决了就好了 有很多人跑过来说 师父啊 我真的想通了 我什么都放下 我开悟了 你帮我看看 儿子以后考什么大学 好吗 你能开悟吗 要记住了 真正放下 是真正的解脱 想开了 无所谓了 孩子养大 告诉你 现在靠不住 我问你们 现在有几个孩子 是孝顺的 没有几个吧 就学佛的人 还孝顺孝顺 我可以告诉你 有的爸爸妈妈 真的很傻呀 真的 自己刚刚 本来孩子 对孩子很好 孩子还有份感恩心 谢谢爸爸 谢谢妈妈 后来慢慢大了 我告诉你 我现在在你身上投资 我对你这么好 跟爸爸两个人 省吃俭用 培养你读大学 对你这么好 你以后都要大起来 要给我们钱的 你要回报我们的 你要养我们的 我们老了靠你的 结果孩子从此以后 觉得爸爸妈妈 对他是应该的 因为我以后大起来 要还你们的呀 现在想想 哪个孩子大起来 还你们了 来的都是讨债鬼呀 哪来的还债的 还债的 料无踪影 要在的 比比皆是 记住了 我们做人 学博 要学会 面对现实 今天不开心 就是现实 无所谓 明天会开心 对不对 要超越现实 今天 难过了 并不代表 你永远会难过 今天 你失恋了 你很快就会找到一个 更好的 更新的 今天 你被人家欺负了 说明你学会 忍辱了 你在家里 就慢慢懂得 怎么样 爱护别人了 所以 从自己的失误当中 学会 感恩 从自己 对别人的 接触当中 学会 要懂得 慈悲 所以 学博人 最后 为什么能够成功的 就是在 艰难 挫折 曲折的情况下 才会成功 人间 正道 是常商 这就是一个 很有名的 的诗 告诉大家 要想成功的人 就得吃苦 在人间 学会 吃两样东西 一个是 吃苦 还有一个 就是吃亏 这句话 是昨天晚上 讲过的 今天 又讲一遍 意义 深刻 告诉大家 记住 吃亏 就是便宜 不讲话 被人家骂 吃亏了 人家就不讲了 我讲个真实的 小事情 给大家听听 很简单 在公共汽车上 一个人给人家 踩了一脚了 痛得不得了 但是呢 不停地在骂 骂到最后 那个人 也不讲话 也不赔礼 那个女的 在边上 拼命地骂 你这个又不讲 对不起 就骂她 骂到后来 好了 人家都不想了 她要骂什么了 都帮她了 到了最后 还有人说了 好了 踩没就踩过了 断了不了 你看看看 你一个人 懂得吃亏啊 你就占便宜了 不吃亏 呱呱呱 踩了半天 骂了半天 最后还带一肚子气回家 所以气怎么来的 气就是自己 气出来的 没有一个人 会逼着你生气的 自己不生气 没有人会 有权力让你生气 所以记住了 气出病来 爱无人替啊 超越现实 知道人间烦恼不断 就要断烦恼 一个为人间代价 一个人为人间的代价 而努力的人 就是说 我拼命地 为了这个代价 我一定要去努力的人 往往是一个失败的人 随缘 今天我能考上大学 谢谢观世音菩萨 谢谢父母亲 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今天我能够一个好家庭 感恩 今天我没有了 我也不执着 不要拼命地 我不行啊 我一定要去争取到 我不惜代价 我要得到它 最后往往是失败的 看看那种八卦的那些 电影明星 他们的婚姻 为什么一会儿好 一会儿不好啊 一会儿求婚了 一会儿离婚了 天天就是这种八卦的事情 台长告诉大家 人就是守不住 就是贪 所以才会越贪越变 越变越贪 贪到最后 就是人彻底变了 但是贪到的东西 全部跑光了 所以不贪为上 不贪 不贪 就是智慧 有一位年轻的母亲 抱着一个小婴儿 来到一家 这个快餐店 快餐店 那个这个小孩子 这个时候很小了 抱着这种婴儿了 嘴巴很渴 很渴之后呢 他的快餐店呢 都是卖了一些雪碧啊 可乐啊 不适合孩子吃的 这位妈妈呢 终于呢 发现这个快餐店当中呢 有一台饮水机 看见之后 就跟那个服务员说 服务员 麻烦你把这台饮水机 给我们倒杯白水好吗 那个服务员一看 他不买东西 妈就说 饮水机对内的 你们可以买可乐雪碧 哦 服务员对不起啊 那个孩子啊 这个孩子 他不能吃这些东西 不能吃东西 你能给我杯白水吗 拿杯子来 哪有杯子啊 一看 饮水机边上 有这种一次性的纸杯 然后就 哎 服务员 能不能把纸杯给我啊 我来买吧 我花钱买吧 对内部供应 不对外部供应 好了 气得来 这个 没有办法 这个妈妈抱着孩子走了 所以 这个时候 妈妈呢 就跟隔壁的邻居 聊起了当天的事情 邻居呢 听了之后非常气愤 这家店太刻薄了 我以后不去了 这个邻居的 隔壁的 又是一个中学的老师 学校呢 就在这个快餐店的边上 一到中午的时候 所有的穿校服的学朋友 小朋友全部排队 在他们快餐店买东西 那么上课的时候呢 这个老师呢 就说起了这个事情 说起这个事情之后呢 同学们听了之后说 这个店这么没良心 一杯水都不行 以后我们都不去他这家店了 好了 快餐店天天开门 但谁也说不清楚 从哪天开始 他的生意变得冷冷清清了 而且以前餐厅 天天爆满 尤其是穿着校服的学生 排着长队 虽然商店为了改变营业状况 推出了很多的 有讲就餐 套餐打折 赠送礼品 但是店里照样冷冷清清了 这个时候 在快餐店边上 又开出了水饺店 面条店 豆浆店 终于有一天 这家快餐店关门了 当员工收拾东西离去的时候 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不幸的结局 可能就是一杯水的冷漠呀 所以我们有时候 做任何件事情 你没有看到后果 并不代表他没有后果 在家里多说几句温馨的话 这个温暖的家就形成了 每天骂一句 时间长了 你的家里就结冰了 所以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每一个破散的家庭 都是你从开始的冷漠 到最后的结果 希望大家珍惜因缘 用出自己心中的温暖 去感染别人 去让别人得到更多的温暖 这就是学佛人的心 这就是慈悲心 学佛人都知道 不积善则不具财 一个人没有善心的人 时间再长做生意 他也会没有财运的 护士顾客就是 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在人间 实际上一杯水举手之劳 能够温暖人心 想一想 你们这两天在这里 我们这么多的义工 端出了温暖的杯子 和你们的盒饭 他们真的是一种心发心 你们会感到很温暖的 每一句善言 一件善事 会让我们的心变得更温暖 让人间变得更有希望 生活的美好 来自于生活每一个细节 学佛人成功 来自于众善奉行 只要我们坚持学佛 去除人间的冷漠 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得更美好 更美好好好 一个人学会受戒 受戒是什么 就是要懂得遵纪守法 受戒 戒律 对不对 看见红灯要停下来 不该做的不能做 就是受戒 对不对 在家的家里 不能做错事情 在工厂 在公司 不能做错事情 在社会上 不能做错事情 就是戒律 明明看见这个东西很好 你不该是你的 就不能去拿 所以一定要记住 因为受戒 就是把你福德的漏洞 给堵住了 因为只要这个人受戒了 这个人就有福了 所以很多的福德有漏 就是因为你不肯受戒 很多人做了很多的功德 最后嘴巴骂人 所以才叫火烧功德灵啊 请人家吃饭 花了这么多钱 最后一桌吃的开开心心 最后讲几句话 今天请你们来 我知道你们都很小气的 所以我特别请你们吃饭啊 我看你们都有这个毛病 鼓掌 堵住自己的福德漏洞 不管外界什么声音 都要听听自己内心的佛音 为什么 外面说 这个人很坏 菩萨说 众生皆具佛性 可能人家有很多难言之处呢 哎呀 这个人偷东西 不会吧 他们又穷得了 连这个东西都要偷啊 哎呦 你老婆在外面 跟一个男人在逛马路啊 不会吧 我老婆对我很忠诚的 自己舒服啊 啊 我老婆 跟哪个男人啊 啊 是吗 我巴士 是跟一个男人 在外面 花火帽三丈 回到家里 老婆 你今天说 你到底跟哪个男人出去了 我跟你爸爸呀 把你爸爸买管棍去了呀 你为什么还这么讲我啦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 哇哇哇哇哇哇 开始讲了 老婆 一讲讲男人 对不起 烦恼怎么来的 自己找来的 耳朵听来的 所以 不想烦恼的人 六根清静 眼耳鼻舌生意 全部要给我关注 不要去听 不该听的 说不该说的 看不该看的东西 想好一个方法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都想 嗯 菩萨对我的考验 这个很厉害啊 我教你们啦 今天晚上你们来的人有福啦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菩萨要考验我了 嗯 菩萨考验我 让我发脾气 我就不发 菩萨说 你看 这么多好吃的 你吃吗 不吃 我吃素的 对不对呀 菩萨说了 呦 这个名牌正好在减价 买吧 不买 买吧 不买 菩萨在考验我呢 你们这么一想 成功了 所以 我们人不能做 肉体和欲望的奴隶 你喜欢什么东西 你就变成他的奴隶了 你喜欢钱 天天为了钱 不是为了钱 不要命的工作 学习啊 或者不要命的去赚钱啊 对不对 你为了这个 喜欢这个女人 你会为了她 哎呀 这个女人说 你我要嫁给你可以 你要帮我买个大房子 好了 拼命的打工啊 打工啊 你不就变成他的奴隶了吗 对不对呀 所以 要记住 解脱 是从心里 真正的解脱 明理 那才是智慧 所以 真正能解脱的人 就是我们学佛的正道 所以做人啊 不要以为自己嘴巴好 口才了得 有时候 一个善变的人啊 台长告诉你 庄子 庄子里边 过去讲过一个故事 有一位很善变的人 嘴巴非常会讲 以出色的口才 击败了对方 他自己很得意 你看 我又赢了 我把他击败了 庄子就告诉他说 其实啊 对你自己来说 你完全失败 为什么 庄子 因为 用你高潮的变数 把别人正确的道理 拨得一无是处 那个人 失去了尊严和面子 一定会对你 产生记恨和怨恨 所以 这就是断了 自己的人缘 助长了 别人的 报复心理 所以要记住 该放手的时候 就放手 得饶人处 且饶人 记住了 给别人 留一条路 就是给自己 找好了 退路 这个世界上 要尽力 使你的每一个对手 变成朋友 要因为 有爱 和平 和平 和宽容 才是人类 最可贵的财富 对别人 好 就是你的财富 海 纳 百川 有 荣 乃大 想一想 大海 多大呀 什么事情 不能 倒到 他的海里 水里呀 孔老夫子 说了 忠庸 知道 学伯人 尽心尽力的 去做事 但不要 放在心上 就是 忠道 我们对别人 好 不要放在心上 所以别人 对你好 你会感恩 所以 学伯人 一切因 因缘 而起 因缘 而灭 实际上 台长 昨天晚上 说了 没有一个人 会陪你走完 生命 最后一刻 所以 想一想 一切都是缘分 当你有缘分的时候 好好的 珍惜缘分 当你失去缘分的时候 要抱着一种 感恩心 所以 我们 做人也是一样 不要把人间的事情 看得太真 人间一切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梦幻 梦幻般的 人生 不要看成是真的 因为 我们 心中 有烦恼 这就是因为 我们做人 没有做到 恰到 好处 如果你只要 做到 恰到 好处 你真正的 生命意义 就是在于 替别人 着想 你 忧他人 之忧 乐 他人 人生 想活得快乐 随意 你就应该 活得平凡 一点 你想活得 辉煌 一些 你就应该活得 痛苦 一点 你想活得 长久一些 你就要活得 简单 一些 乔布斯 曾经 讲过 一句话 人家 问他 你的成功 来自于 什么 乔布斯 说 因为 我有 聪明的 智慧 结果 人家 问你 你的 聪明 来自于 哪里 聪明 来自于 我的 经验 人家 又问他 你的 经验 又来自于 哪里 经验 就是来自于 无数次的失败 所以我们在人间 失败 不算 真正的失败 而失去人生 那才是 真正的失败 我们今天 拥有人生 拥有人间的智慧 学菩萨的人 就拥有 菩萨的智慧 我们要勇往之前 要懂得 真正的智慧 产生于你的内心的 慈悲 和善良 用我们的慈悲心 好好地去 对别人 对众生 你会换来 无限的快乐 想要快乐自己 就先去 让别人 快乐 台长让你们快乐 我就无比的快乐 观世音菩萨 让众生 发喜快乐 每个人都学佛 大家说 观世音菩萨 快乐 不快乐啊 谢谢大家 今天我的话讲完了 好好地学佛 我们功德会无量的 多帮助别人啊 我们会成佛呀 多帮助别人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